委員長,還有本院同仁,針對這一次警察福祉條例第5條, 配合消除對婦女一切刑事歧視公約及消除對婦女一切刑事歧視公約施行法第8條之規定, 修改第五條授權由內政部針對警察制服之樣式以及因佩戴之標示來訂立辦法 時代力量以及本席競表同意 認為在辦法修正以後使得未來的女警他們可以著長褲式樣符合男女平權的精神 不過針對這個條文修正通過以後 由內政部來制定有關於警察制服的樣式以及因佩戴之標示 本席有如下之建議 在警察執行職務的時候 過去社會大眾經常有反應 在警察的服飾上並沒有標示姓名 導致在執行職務的過程當中 對於執行公權力之主體到底是何人 常常出現辨識不清的狀況 因此本席建議 內政部在制定有關於警察制服樣式及因佩戴標示的時候 應該要明確的要求必須要清楚標示 制服所屬警察之姓名 可以強化人民對於警察執行職務的信心 提高公眾監督的可能性 更可以增進警民關係的和諧 事實上 目前內政部議政署 針對替代液液男服裝及識別標示 穿著被佩戴注意事項 在第三條已經明確的規定 液男的液級明條必須要 好 謝謝黃委員國昌的花園 那麼 那麼